道德經第67章 老子說 天下皆為我道大 大家都說我講的道太大了 你講那麼大幹什麼 因為大的是不孝 好像什麼都不孝 老子說 就是因為大所以才什麼都不孝 因為什麼都不孝 所以才叫大 如果像這個那就很小 像那個也很小 越像越小 這個方面我相信各位是很容易了解 天太大了 我們真的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常常講這種天大地大的事情 你不敢做 就是講這個 很小的事情我們可以搞得很清楚 但是千萬記住 它就是很小的系統 外面一有什麼變化 它整個被淘汰掉 所以人還是要從大處找眼 然後你才可以做小事 我們今天要有國際觀 就是看到世界整個局勢的演變 然後來做我們的定位 我們要看到整個國家的演變 然後再找到我們家的定位 這是老子告訴我們的 所以他所提出來的解藥 不是大家所想像的說 給我一個特效藥 然後上面寫什麼時候吃什麼 什麼時候喝 那也太小了 老子給我們的都是炸的 都是每一個人時時刻刻 而且永遠久久都可以做的 他說我有三寶 老子有三寶 音樂慈 慈悲的慈 但是他沒有用慈 他用慈 佛教是用慈 孔子是用人的 你會發現 老子講的是慈 孔子講的是人 佛家講的是慈 沒有一個講愛 這應該值得我們好好提醒 現在不是 中國人 你要勇敢的開聲 大叫 我愛你 這笑死人 真是笑死人 我們是個有內涵的名字 你跟媽媽講媽媽我愛你 媽媽經理會怎麼想 你是不是又想給我要錢 對不對 你好遠從學校打電話 媽我愛你 你發燒了嗎 這才叫正常的反應 沒事 然後把愛掛在嘴巴上 這個人就是全部都沒有愛心 人其實講的是最誠實的 都是不打自招的 你看西方人把愛當功課 當行事 中國人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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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他 你愛他 要他感覺得到才算數 你講的沒有樣 講的根本沒有樣 而且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時候 你說媽我愛你 爸爸跟你講你不愛我 那你說你們兩個都愛 你看 這個人真會說話 沒有你講真心 你全完了我跟你講 現在的人 不了解自己 也搞不懂別人 為什麼要講我愛你 這非常糟糕的事 然後大庭廣眾 我愛你 請教給我爸 他就是個神經病 你還教給他 他就大聲叫全世界都聽到 我是一個沒有廉恥的人 你還愛上他 還哭啊 我不講你哭什麼 你爸媽丟死人 現在沒有人敢講這種話 這算什麼公義 這算什麼社會 我不是我喜歡講 我是因為人家老子都那麼辛苦 人家孔子那麼辛苦 我這個後悲晚生 我總也要臭臭的 那大家聽不聽 其實我無所謂 因為我到處都講 孔子老子都告訴我 一切就是自作自受 就這麼簡單 詞 所以才能勇 詞就是大勇 你看愛啊 都是很假小的 你愛一個人 你就愛不了別人 你就愛不了別人 詞它是很廣 它沒有什麼分別性 對於老實講 太偉大了 太苛求了 我們真的做不到 所以最後只有說 歐米徒歐 那個歐米徒歐 我就說 我知道了 但是很難 做不到 所以再加一句 歐米徒歐 其實那個韓語也是很深的 可是 講正經的 歐米徒歐也不是平行 我們今天打 大家打電腦 你打到打完以後 一定要打enter 要打那個劍 還才進不去 否則就白打了 阿米就是基督教 Enter 歐米徒歐就是佛教 Enter 他才聽進去 不能少半天都沒聽進 那是一種 輸入劍的符號 只是用嘴巴喊出來而已 慈是母親比父親要多一點 因為父親扮演的角色不是慈 而是嚴 嚴父才能有慈母 我覺得男人最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做壞的 你做好的 現在我們認為說 爸爸這樣嚴不行 家裡面沒有一個讓小孩敬畏的人 那是無法無天 你不要多了 到五歲你就管不了他 他就成為家裡小霸王 然後爸爸要跟他穿鞋子 媽媽要跟他餵奶 然後出去要照顧他 他一不足跡就躺在地上跳 這算什麼家 我不想這算什麼家 老實講 做爸爸的責任就是要嚴 那你不行不停打過來 你要講出這道理來 很簡單 媽媽跟小孩在一起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你一定要遲 你可以不分什麼是非 他才有話敢跟你講 媽媽一言你就聽不到小孩任何事情 進去 你就完蛋了 爸爸比較在外面時間多忙 回來 媽媽就告密 媽媽就告密真假了 啊 這小孩早上怎麼樣 你要說我說的 爸爸早上 我不會出禮書了 我還出發你嗎 他把小孩叫來 你今天早上怎麼樣啊 小孩以為他不知道 就開始講一大堆 你還想騙我 他就說爸爸真神啊 怎麼都知道了 所以就從事招來 其實這是一套家庭的一種教育的大事 不可以兒戲 不可以 在家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不能兒戲 不能憤日子 因為那對小孩是至關重要的場所 我再三地提醒各位 夫妻只有在小臥室裡面關起門來 你們才是夫妻 一出了你那個臥室 你就不是夫妻了 你要嘛是人家的爸爸 要嘛是人家的媽媽 要嘛是人家的兒子 要嘛是人家的師父 你要搞清楚 我現在常常騙很多人問一個問題 你要問你的兒子 兒子啊 你也十幾歲了 你應該看懂很多事情 我都要問你 你喜歡做你的爸爸 你爸爸還是喜歡做我的爸爸 你問這個問題 他剛開始他聽不懂 誰是你的爸爸誰是我的爸爸 你再想想看 你喜歡做你的爸爸 還是喜歡做我的爸爸 就是你祖父 我們今天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很坦白跟我兒子講 我比較喜歡做我的爸爸 我比較不喜歡做你的爸爸 我比較不喜歡做你的爸爸 這叫進步嗎 我不曉得算不算進步 我爸爸罵誰沒有人敢坦信 我從來沒有說他不對 我都說幸好有他 我今天我才會 很多事情不敢做 如果我爸爸當年很愛我很愛我 我天天說兒子啊 我愛你啊 我就完蛋了 我這已經一無所成了 我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而且要深一層講 否則現在是非常普遍的 我常常覺得很奇怪 我們浪費那麼多資源 設了很多電視台 天天害人 要幹嘛呢 幸好還有百家獎牌 蛤 呵呵呵 慈 才能勇 真正勇的人 他是沒有分別聲的 有分別聲叫動 不叫勇 號動 很狠 不是勇 勇都是大勇 我很爱护我的生命 但是为了国家 我生命不得了 所以我会劝很多人你不要抽烟 但是如果是军人朋友 我不会叫他你不要抽烟 我不会 军人朋友就问我 你老劝他不抽烟 那你想害我 你不叫我不要抽烟 我说你有抽烟的权利 抽什么 他说军人没有命令就很好做自己 没有命令出去可能就是死 那你不抽烟 你会下边那么大车车车去 你会吗 你应该我再想一想 咋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服从军令来的了解 军人抽烟我是不算可以 但其他人抽烟我会劝你越少越好 可见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不同的处境 你看我们得到任何命令 大概不会在我们去死 军人就不一样 准备出发 你知道 可能回不来了 这些时候你要去就是大友嘛 你怎么可以这个时候说我胃痛啊 我家里还有老人家都不成理由的啦 罢友一定要很慈的人 慈是什么 慈就是罢爱 不是小爱 老把爱挂在手上的人 嘴巴上的人 都是小爱 这个不好 他真的要他的时候 他勇敢不起来 简大家也知道 接简 老人家接简 大家现在还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但是慢慢 这个缺口已经加大了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到国外去老是受人家批评 很简单 就是因为人家看不惯我们的作风 第一个讲话那么大声 第二个买东西好像不要钱一样 哪有些种人 你就是看不起我们的货物嘛 你最起码品一品看一看值得你嘛 你才哪一样 没有 我还你多少钱 我知道 反正包起来就是拿走了 你根本是对不起我们这些辛苦的制造者 我必须要说得很清楚 外国人现在非常欢迎中国的旅客 把他叫什么 叫说这是会走路的财神爷 我们每个人出去也不要拿身份证 就是会走动的财神爷 但是他们对我们很多的表现是非常不意味道 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会花钱人家就很喜欢写不信 人家赚了你一天背后还嫌你很骂你 这种话不来 尤其是对恋人 这是普遍性的 受不了的就是财大起初 人家结账的柜台明明在哪里 你不知道抓钱 我给他抓钱 过来拿 你去结账 我们去结账 过来拿 那人家觉得你这很奇怪 你最起码入境要问负吧 你要看看人家干什么吧 我们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 已经简的美德已经慢慢没有 多少人跟我讲这是我赚的钱 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相信大家都是不赞同这句话 钱是你赚的 但是社会风气你不能破坏 有钱人破坏社会风气 那是个麻烦 我必须要很慎重的讲 孔子没有反对我们有钱 孔子不反对我们富贵 老子也不反对我们富贵 他们两位只在乎 我们有了富贵的地位以后 我们怎么面对大众 我们怎么做大家的版样 这一点比较重要 富而不仁 老子是孔子骂的最厉害的 为富不仁 你有钱你应该想想你的钱从哪里来的 我用一句比较空俗的话 老天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因为你有再多的钱 对老天来讲就是一点点 老天只在乎你的钱怎么来怎么去 这就是一句话 所谓简 不是要我们吝啬 那不可以 做一个吝啬的人 那糟糕了 什么叫做简 八个字 这八个字 是我们财务管理 不管你什么时候 不会改变的原则 当用不审 当审不用 是解决的 那个以前人多厉害 他讲的话 千万年都可以用 这才叫做大 现在不是讲了半天 一阵子不能用 写的一大堆 过两年也不能用 那算什么 那就是小嘛 当审不用 我有钱但是不该花的 我就是不花 因为我要做更合适的事情 我没钱该花的 借也来花 你看小孩子要读书 学会不能省 我这时候周董不灵 开口 我小时候也借过钱 我爸爸说你要小学会的 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他家里面钱怎么办 我不敢说啊 我敢说借 你不敢我说的我不能说 如果我说借 爸爸说 那他说你能借我就没数了 你去借我就完了 我会不能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没有眼睛啊 因为周董一开口就癌嘛 所以我们同学就知道 不说话 爸爸就说 请我去接 跟谁接 我都敢跟去 你去跟某人接 说我要跟他借钱给你 注册 好不好 我去了 你看从这档中你可以知道 犯难见真心 有时候要多少他就拿现金借给你 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不是 他拐个弯借给你 他说好 你爸爸跟我的交情 尤其他这震荡的用途 他是为你们好 你看他顺便教育下来 所以我一定要借给你 他就拿个金骨子 你爸爸去骂 拿他不用 这个人怎么样 他就是斤斤计较那个货币的贬值 我今天借给你一点点均值 你将来还我均值 我就不会贬责 甚至有时候还生质 所以很多细细微的事情 你很容易了解一个人 就是你不够细心嘛 那没办法 看人要从他细微的地方看 但是看格局要从大处着眼 这两边要坚固病重 否则看了小的 没看他大的 看他大的 没看他小的 那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又叫不周全 接约 接审 收敛 这才是 简 接简的简 但是老子所讲的简 不完全是金钱 不完全是物责 不完全是 他告诉我们 连精神都不能浪费 连精神都不能浪费 我对我爸爸印象很深的事情里面有一件 就是当我比较大的时候 大概十几岁 那个时候都有 现在也有 就是八边档 永远看不完的那种 看来看去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后来你很有兴趣 那过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呢 那些朗幕 那我就看 我爸爸有个策略 就是当我看得很有趣的时候 他马上叫我去做别的主要 他就试试看你会怎么样 你说我快完才去呀 这是一种反应 一种是你没有良心这么好看 你还叫我去做 你自己不会去做 那就更糟糕 还有一种口头说 好好好 然后一直那样看他完才去 最终还有一种前途 我二话不说叫我去我就去 因为我知道 我爸爸在训练我 不能迷你任何事情 现在很多人去迷 他讲连事也迷 那你什么不迷 最后才知道整个时间浪费掉 整个精神发挥掉 那就不减 人不能浪费精神 不能浪费气力 就是只管说不能浪费钱而已 要扩大的解释 你不该出力的时候你不要出力 你把力气都用光了 有要件事给你就完蛋了 所以人不能搞得精疲力竭才休息 不可 那万一那时候有事 你怎么办 《道德经》《五四九章》 《道德经》《五四九章》 因为你必须要对你的欲 对你的知 要有节制 你才有办法去跟人相处 你才有办法对得起老天爷 我说老天爷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他当主宰神看到 没有 他不是上帝 他不会对我威胁恐和利用 他不会 因为以后我没有骂老天 老天你没眼啊 像我这么好的人都考不起 你可以啊 他也不会怎么样就整你 他也不会啊 他只是给你互动 有很多不方便跟别人讲的话 你就放心的跟老天讲 反正也没人听到 他变成我们很亲密的一个朋友 他随时随地陪伴你 永不陪伴你 但是他永不干扰你 这才了不起 六四章 老子又说了 为之以为有 自之以为乱 你要做什么事情 要在没有路透痕迹以前 你去做 很容易做 你看小孩从小 当他看电视看了远出去 你叫他去过世 他以后 他随时碰得下来 他没有什么放不下 绝对不可以说等我看完出去 不可以就不可以 这不叫爸爸 这不叫听话 这叫做自己 不为外物所欲 所如意的欲 我不抽烟 不是因为我有好情况 不是我 是因为我爸爸教的好 我爸爸怎么教我 你听听看 我爸爸是抽烟的 是想给我点支烟来 他叫我点烟 天下哪有那么笨的人 点烟不抽一口 有这种人吗 点烟我抽 我还以为我自己的问题 下次又叫我点烟 我一抽 我就问了 爸 烟不是不好抽吗 我爸怎么抽 你到现在才知道 当然不好抽 那你又没有觉得 我不好抽 为什么老抽呢 就是戒不掉啊 我从此不敢抽烟 他拐个弯告诉我 我就很坚确 他如果正面说 你不能抽烟啊 抽你戒不掉 我说我不是你 你戒不掉 我戒不掉 就完了 凡者倒不动 要缓过来处理 你正面去处理 处理不了 你缓过来 注意一下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变动的去处理 不是只走一条路 不可以 这就是我的原则 你的原则害自己还不够 还要害别人 但原则是变动的 事情 没有发现之前 你去处理它很容易处理 事情一发生以后 所有人都看到 每个人看完都不一样 你就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 自知以为乱 社会还没有乱之前 你就把它平了 那它好像没有事一样 你是最上策 你看一乱 你用什么办法 不是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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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乱 对 我们一定要记得 中国人有一句话 是自理名言 叫做预防重义治疗 预防是重义治疗 这是当今人类最需要重视的一句话 因为你总觉得我没病 我没病吃药干什么 终于就是你没有病 要调理 你才不会有病 你没有病 你不调理 迟早有病 但是它根本就有病 它根本就有病 它根本就有病 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话 我们经常根本就有病 开始我们的话 我们都很有兴趣 人家早死 自己早死 你去量血压 他说你高的多少低的多少 你就是安全的 你再去量量一看 已经高很多了 因为那血压随时在变 你每次量都很高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你看很多人在家里量血压都很好 一到医院高了 因为他一到医院 他血压就高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拼命吃药 拼命吃药 其实你没有高血压 就是凉的时候有啊 每次看到一些 你就紧张 血压就高 那就是白痴了 我举这些例子 大家都很有经验 只是你没有把它归纳出来 他背后有一个道理 告诉我们 我们是义精的民族 我们应该很清楚 一切的现象就是随时在变 统统是随时在变 你不能哪一次 两次就把它变下来 不可以 所以人 有没有变 平常讲谁都不知道 一发出来 就变了 没发 他就变 没有变 所以我们身上如果发现有什么 比较麻烦 你要跟他讲话 你说我们共存亡 我死了你再发 拜托拜托 我没有死你发 很麻烦 但是他会跟你谈条件 这样可以 但是你不要等我 你不要搞我 你找我就搞你 没有 就是这回事 人 身上没有细菌 其实不是好事情 没有细菌 你很多东西都不能交换 我们看表面是看不出东西的 所以读经典的好处就是看得很深入 看得很高层 看得很广又远 这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的收养 勤跟剑 是中华民族 在全世界上 最好的美德 我们一定要保留 不管你加多有钱 你要勤劳 要接见 你的子孙 才有未来 一个人 词的话 没有分别性 所以没有上跟不上的分别 没有对跟不对的分别 那不是糊涂 所以 我们赶快来看看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 它说什么 圣人常上救人 固无弃人 圣人他是每一个人都是人 你都要救他 你所有人都救 就没有被你放弃的人 没有人 圣人常上救物 固无弃物 所有东西都是有用的 没有用你要把它变成有用 不好用的要把它变成好用 你不能随便丢 所以 我们要知道 没有坏人 你就做不了好人 没有乞丐 你就有钱找不到人要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你就想得很齐全很周到 我们现在不是看到乞丐老觉得他是假的 他假的真的跟你懂事 你一看到乞丐你一定要去管他真假 你只管你自己 要不要给他钱 如果给就给了 给他还集中他是真的假的 那你便吃一家跟他呢 给了老舍不得 那你还不如不给 其实你应该这么想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那是他的事 我呢 身上有点民钱 我看到我想给他 我就给了 其他事情我都不管 我身上没有民钱 我又不能跟乞丐商量说 我身上给我一百块 你找我九十五块好不好 我跟你说 那也不像话吧 哈哈哈哈 其实做人有时候要潇洒一点 因为一些小事情整天缠着自己 会很多神干什么 没有意思 常善救人 常善救物 这才叫圣人 所以为什么 圣人不仁 就是圣人他没有人不仁 他意思同仁 大家都一样 他没有好人不仁 我说的行者呢 圣人看到坏人 他会觉得自己很惨愧 那我算什么圣人 只要还有坏人 就表示我不够当圣人 我会想办法去感化他 让他也变好 那因此有很多女孩子就说 哎呀 你是受圣人 你曾经有案的 但是我要用大爱来感化你 所以我加骗你 让你变好人 我劝你不要 因为你不是圣人 哈哈哈哈 你做不了这么大事 哈哈哈哈 那有一句话是大家争论不学的 叫做不敢为天下讲 叫做不敢为天下讲 尤其现在很多人呢 叫腰板说我敢为天下讲 我今天要把它分析的清楚一点 其实你如果读了《易经》 你如果读了《道德经》 你应该知道 有无是相生也 有就是无 无就是有 中文讲不要就是要 讲要就是不要 这是外人最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 你要外人你送礼给他 他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他想要你怎么 他会看 他甚至会讲这个我已经有的 所以我不送 中文你敢这样讲呢 他说我送你一份礼物 送什么 我看看这个颜色 我不喜欢你画一个 那你算什么呢 他外人就是这样执来执往 我有了 对我讲很多 你要送送别的 所以我不要 中文谁会这样讲 所以中文一定讲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记住我的话 当你叫不要的时候 赶快送老军 要不要 这里要不要 不要白不要 要了会坐牢 中文推脱拉式 你利用那短暂时间去想的 哪里在哪里 只是说 脑袋一边空白 不要不要 那你算什么呢 不要不要 这边跟我来讲 为什么不要 我来讲 为什么要 最后看看他样子 大概不是坏人 要了不会有没有 好了好了 把那里再说 把那里再说 人走了以后 打开看看 合适了我就要了 但是这个人我不能要 所以我转送他别的东西 所以老实讲过年过节 我们主管经常做礼物转换中心 就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手来的 里面有没有名片 有名片吃掉 里面价钱有吃掉 然后再加上这个 冲了送给他 然后家里送给他 我们就是分配转运中心 这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日本人常问我这句话 因为日本人到台湾里头 他发现台湾的电视上 经常公开的送红包 经常啊 警察破案了 送个大红包 做了好事 送个大红包 日本人就问我 你们不是不能送红包吗 为什么在电视上播出这种送红包的镜头呢 各位 我们怎么去跟日本人讲一个事情 其实很简单 我就告诉他 这不是红包 他那明明是红包 为什么不是红包 我说那是红色的包 不是红包 大家从这个案例啊 你可以了解到中国制的澳边 红色的包可以公开送 红包绝对不能送 所以红色的包可以放心的收 红包不要收 这就对了 对吧 如果说反腐败 反到连中秋送的月饼都要抓去关 那我看这算什么社会 那警察也忙不赢 那监牢也要盖了几十栋 还送不下来 所以人情世故理善往来 第一个不能太贵重 第二个不能再说 过年送 中秋又送 这个送 那个送 最后反正天天过节 天天送 那一定之后有问题 这样就对了 所以任何东西要靠自己衡量一个度 我的建议是这样 一年又几次过节 你选定我要送的人 我固定中秋节 我就中秋节 每年中秋节送 其他我的 这个人呢 我就固定了 过年送送其他我的 真的好 其实中国人是很麻烦的 中国很奇怪 他不记得谁送过礼 他只记得谁没有送礼 这个真的很麻烦 你没有送礼 他下次看到你 他马上记住 你这个傢伙 既然一点表示都没有 他不在乎你送多少礼 他只在乎你那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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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清人意重 尤其是男女朋友 男朋友送个女朋友 刚开始不敢送很贵重的 送一送他收了 再送一送又送了 送他一个金刚状他也收了 他想骂我可以求婚吗 钱交给我吧 蛤 只要交给你 刀子拿开不桶了 你连金刚状都收了 还问我要跟谁求婚 你算什么你 这是自己找的 当人家送你比较贵重的时候 你要千万不能收这个人 千万不能收 所以任何事情有那个份在 超过那个份 你不要小心 你真的要小心 当有人送你很珍贵的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双持 你不能说 没问题 我就说 迟早是个问题 当商人送你一百万的时候 他公司的出账是两百万以上 否则他划不来 所以将来一查账 你收人家两百万 他说没有啊 有啊 我只收一百万 就把这招 因为账面绝对是 高于送给你的 绝对 当你把这些都搞清楚以后 你就很态然 因为你知道怎么去面对 怎么样去合理 过中秋送一盒中秋饼 不算不败 中秋饼里面塞了很多钱 这个麻烦了 这个比较麻烦了 你干嘛呢 对不对 上这些都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不能说我们没有规律 但是我们是不迷延的规律 我们是有弹性的规律 因为我们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 很容易讲 不敢为天下先 真正的意思 不在乎先不先 他不在乎先不先 你看中英文到门口 才一定要让一让 这是外国人觉得很奇怪 你老帮户时间 让什么 当时我问你 你敢不让吗 你的领导走在你后面 外面摄影记者正好对着他 要照他 结果你老先生就这样走出去 呵呵呵呵呵 对不对 你以后会很难过 很难过 那谁叫你那么莽撞 中文烂是什么意思 烂给最合理的人 就对了 最后为什么当人不让 因为你最合理你就走 你不让那你怎么知道 谁合理谁最合理呢 所以我们都嘴巴讲一套 事实上都不敢做 就是因为讲的都很好听 但是你做了你就搞没 你就是可以 一定要让 烂就是不争 不争就不敢为天下先 这才是老者的争议 我有个朋友 他比我年轻很多 他是小学老师 结果呢 他去读硕士 又很清楚去读了博生 还是小学老师 我没有说小学老师不好 只是他觉得很怨 那我总该升点职嘛 不然我读了半天干什么呢 他就来问我 我为什么始终没有机会 我再怎么读 拿什么文凭 一点有用 我就没用 我怎么回答他 我说你回家 把你每次照团体照的相片拿出来看看 你就知道答案 他回去看了半天 他是看不懂 把照片拿来给我看 我说你看看 你的位置在哪 他的位置倒在中间 你在中间谁还敢用你 你坐旁边人间就把你请到中间来 你在中间人间把你赶到旁边去 这是必然的嘛 这样你才知道中国人一来他就坐旁边 最旁边他是最神气的 他坐旁边 自然有人到处去找啊 请他 嘿嘿 你坐前面你怎么样 就说他走得特别犯 众望所归 看到没有 这个不正 这个不正 我们要很深层去了解这些事情 你才看得出 他的玄妙可战 你看结婚 几百个人 有一桌是主桌 谁敢去做 我你谁敢去做 你算来算去 大概该我做了吧 你就做了 人家在哪里没办法 可是最后私以后来告诉你 先生 你能不能换个位置 你会不会很难过 你感到难过 没有人会去做那个主桌的啦 不会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中文进餐馆 基本上他不太喜欢去坐中间的位置 他就坐旁边 所以我们到了餐馆 一看旁边对有人会说客丸 我们都说客丸 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血液里面知道说 坐中间是何等的危险 你知道吗 嘿嘿嘿嘿 嘿嘿嘿 我是干过八年的总录 只要那个团体照一照出来 我们领导第一个先看他照得怎么样 照得好就说这个摄影师不错 别再找他 照得不好 照什么东西 别人都很好就他不行 照得不行 他然后再算 我是坐在正中间 如果不是 就看看我 不知道什么 你连让我做正中间 你就做不到 你这个总务 是指你这个 那我们当总务就很简单了 我们时间就算 一排只能激素 不能偶食 正中间那个 换个垫 啊 那他做起来最高 对不对 而且说低号 谁也不敢做 我就没事了 这老子的无为 就是视线都做好了 还要为什么 行行行行 就那位子没那么敢做 拍桌下去 诶 果然比别人高 啊不错 天气也很好 风光也很好 你 再干一年 我也干一年 我希望各位了解 当然赞成就是不赞成 不赞成就是赞成 你有两面 你慢慢去体会 当你说我赞成的时候 你的含义是说 合理的部分 我当然赞成 至于不合理的部分 我是不会赞成的 当我说我不赞成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 只有这部分 不合理所以我不赞成 至于其他 我当然赞成 会赞成 所以你为什么 不会讲赞成 一定要讲不赞成 你那么不会做人呢 所以为什么中文老是讲不不不 他是很聪明的人 他是很聪明的人 不不不变要很容易 要要要要 变不要很难 站在不要不要的立场来要 才不会要的不合理 站在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立场来发表意见 才不会乱说 他说 你真的了解这个 你知道 古盛宣宣宣是在有社会 我是经常有机会 坐在老板的盘面 老板当主席 各位 我们都自己人 有话请说 各位 马上就有人上当 一举手 就这样讲话 他一讲话 所以我就借过给你 就是告诉他 不要说了 如果他还听不懂 我就翻脸了 我跟你讲 有智慧 只是大家看不懂 他就骂他 骂的人要拽死 人家聪明了 老板叫你说话 你不能说 老板看你 他就不请你 就表示他只是客气一下 他根本就不想进你 幸好你没说 老板说说啊 你还不要上他 他就不要了 就表示我礼貌已经进了 幸好你没有说 老板说说啊 不要客气啊 你就说了吗 你怕什么 你请我三次 我还不说 那我对不起你啊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无三不成你 它是这道理 喝酒 他说我不会喝 你就相信了 他就好笑了 难道要我说我会喝吗 哎呀 那我应该啊 那我说不不不不不 第三次 今天不喝 他说我从来不喝 那就不喝 我听你的话 我听你的话 不会远吗 这样子不说 倒不满啊 倒不满 抢过去 倒啊 不喝 灌啊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其实这也是外国人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你们中国是好朋友才一起喝酒 对不对 我不是啊 他说那个怪的 好朋友老想把他灌醉 你中国真坏 我 你会去灌那个不认识的人 灌他酒 把他灌醉 你会吗 酒也很贵呀 要钱呢 我去灌他 可见不是 但是中国人 他要跟你交成知心的朋友 他迟早要把你灌醉一次 因为酒后才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 他没有把你灌醉一次 他不放棄 他是中国放棄 你可能是装的 哪一天灌醉了以后 你还不太说话 你这个人可靠 犯罪的时候最可怕 犯罪啊 就开始骂领导 骂这个 骂那个 你就很信心 我今天的酒啊 再贵也很值 我终于知道这个家伙不可信 酒后经常是乱信 所以要找女婿 要么找他来喝酒 要么找他来打麻将 你马上知道这个家伙 女儿可以不可以嫁给他 这是做爸爸的责任 所以爸爸就是欲信的责任 爸爸跟女婿打 打了半天 他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 你知道你欲输赢 那你算什么呢 我们说不敢为天下降 就是敢为天下降 这两一花一模一样 当你合理的 你不能推迟 你一定要一马当先 那叫做什么 当人不让 当你不应该遣先的 你绝对不要遣先 你宁可落后一点 人家自然会请你到哪里 你急什么 这样就对了 有一次我们在马来西亚 好几个人 上去每个人大概讲一个小时吧 大概 那也许是因为我年纪比较长 所以唱名的时候 我是第一 但是出去的人不是我 全场热烈鼓掌 然后瞪大眼睛 怎么不是他 那个人 如果是你的话 你也不想讲 你也不想讲 我相信你一次你就怕了 因为中国人他是心里非常明白的 要遣先的人 我们不会给他先的 后悔 中国人经常给不要的人给他 给要的人就是不给他 就是老主的教训 你应该一个人 要当比较高的领导 我应该问你 听说你要接那个职务 他就说没有 可以就不行 然后他就当上 如果他说有啊 上面已经跟我讲过两次了 人是明明快要发布的 一发布绝对不是他 你相信他 我有太多的案例 还没有发布 你就招摇撞骗 还得了 赶快收回层面 年轻人看不懂 我们还情有可怜 现在人年纪大的都看不懂 还在批评这种事情 我是很不以为的 所以趁这次读经典 大家一定要了解 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老子在六十章 第六十章他讲了一句话 叫自大国如蓬小圈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 不要我们变小国吗 不要变大国 没有 他既然讲大国就是国家可以大 但是你也要把它当做 尖那个小鱼一样的 不要乱干洞 你几次放鱼就睡掉了 尖一会尖的人大概翻三次才就解决 那不过尖的人放过来 放过去 放到最后浇了 还不能吃又睡了 看来就不成鱼 你完蛋了 老子这三宝是天道 那我们要好好记住 人道是要配合天道 你才有成就 其实老子也不太喜欢用成就 现在人为了成就感这三个之后 把这个搞得很迷糊 你要成就感干什么 你千万记住 叫你的小孩没有成就感 他一辈子会很舒服 你叫他有成就感 他老天了我不满足 他就很惨 专门制造这些名词来害人 这我觉得很奇怪 你不提成就感 大家都不会感觉到成就感 你一提成就感 大家总觉得我不满足 而且说的人自己也没有成就感 这才糟糕 因为有没有成就是比较出来的 而且是人家认定的 不止你自己说了算 因此 我们下一次就要来谈一个大家非常误解的事情 叫做道法自然的争议 到底什么叫自然 到底什么叫自然 老子常通反对人为的像话吗 能够不人为吗 如果不要人为 他连道德经都不要写了 大家什么都不做 那就回到洪荒时代 那谁要干道德经呢 所以老子所讲的自然 绝不是说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然 它是包括人为在内 那这点如果不敢说清楚的话 老子永远是蒙受不白不冤 谢谢大家